大家好,我是造型師小敏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暗沉肌膚的打底技巧 在基礎保養與防曬過後 我們可以插上黃色的勢底乳 來調整蠟黃型的暗沉肌膚 在底妝前加上勢底乳 是維持妝感一整天 不暗沉明亮的小技巧 我所使用的勢底乳質地比較厚重 所以我會先將美妝蛋打濕 然後按照順序按壓臉上的勢底乳 讓它均勻的貼補在臉上 來看看勢底乳的效果吧 很明顯,右半邊的臉就比左邊的臉提亮很多 接下來我們用定妝噴霧加上美妝蛋 讓勢底乳更服貼 接下來我們先做局部遮瑕再上粉底液 局部遮瑕的部分可以選擇 比自己肌膚再深一點點顏色的遮瑕膏 那先遮瑕再上粉底液 是底妝可以最薄透跟最省粉底的方式 在遮瑕筆的選擇上我們可以選擇扁平的刷頭 扁平的刷頭可以讓遮瑕膏跟肌膚更服貼 粉底液選擇於自己肌膚貼近的顏色 上在貼紙部位與兩頰處 這時要用粉底刷來刷勻 因為粉底刷是填補毛孔最好的工具 接下來可以稍微檢查一下兩頰的位置 比較深的斑點還有色塊的部分 可以再做一次遮瑕的動作 讓瑕疵變得更不明顯 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我們在使用遮瑕膏的時候是把顏色蓋住 不是把遮瑕膏厚厚的一層塗在臉上 以我鼻子上的痘痘為舉例 我會先用遮瑕膏把痘痘蓋住之後 然後再用遮瑕膏把兩旁的遮瑕膏稍微掃開一些 讓它跟肌膚的顏色融合 並不會全部把它推開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蓋住我想要蓋掉的顏色 看這樣鼻子上的痘痘是不是就不見了呢 接下來我們用粉餅來做定妝的動作 通常粉餅定妝的位置我會加強剛剛遮瑕較多的地方 讓遮瑕膏不至於暈開 在冬天時怕肌膚太乾燥我會用氣墊粉餅來定妝 在夏天時就用一般的粉餅 最後再噴上保濕噴霧可以讓妝感更服貼 按照以上的小技巧你就可以畫出一個薄透 但長時間下來又不會暗沉的底妝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咯 如果你對美妝造型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們一起來討論咯 喇喇坡 喇喇坡